主裁判王迪吹向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是战争局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的比赛转播 中超联赛第五轮的一场比赛 由青岛队对上重庆两将竞技 这场比赛请到李章飞之道和嘉诚一起 为您送上直播评述 小球开起来 中楼投球 顶得落脸还不错 前点 伍克贝奇一个投球后侧 看中哪有很多 让他左脚直接起 前点 投球顶到 朱剑荣在禁区里边 这个抢一点球能力真的强 对 黄西洋 黄西洋撤回来 他要拿球传一下 向中路摆脱了 菲尔兰尼奥到禁区里边走顶线 左脚再传 机会 中路左脚见尾 来自伍克维奇 这一下非常关键 后点再抢 王迪把球破坏掉 这个球应该是有进攻犯规的嫌疑 但是赛季没吹 这个球还是比较危险的 再打左传 中路有机会 哎 球停大了 再看这一下 这是一个意外的配合失误 导致过人 哇 伍克维奇这一下真是有经验 他反应也快 你看 其实包括这脚球 也是方向一个向前的传球 传给大摩托 哦呦 又一个边路传统 王迪这 这开场这几次从左边的边路传统 确实给重庆这个制造了不少麻烦 看看大摩托调整过来 左侧的机会给 是特别好 有些跑位和选择和他跑动来看的话 有可能身体状态有点问题 可能再转 他只能自己来 好的过来了 边路很好的空档 波兰尼奥斯停的不错 又叫直接试门 球打高了 又是两个外员连线 你看了吗 其实这就是重庆外员的速度优势 来的球 然后点机会 这个球 哇 这个球 这个球拿多尼奇露一下后面高翔 他是吹他故意守球吧 对 应该是 他用手去打这个球 对 但是这个球如果他不打的话 高翔都会是更好的呀 露过来高翔 对 完全可以勾到球 大家看啊 周俊成传的 你看这个球 哎呦 这一个伸手多余的呀 我觉得这球如果他不打 就不用手打呀 高翔有可能 高翔都准备好空门了 这一球 黄夕阳开起来打到中卧 能将打了一下 但是这个 击球的选择有点问题 他打了一个低球 我不说把你换眼睛 让你先踢的 先看这击球 我觉得边阵反应比较快 嗯 一对一的机会面对五合围棋 能不能踢出来自信 踩两个单车 还可以走外线加速 左脚再穿 门将刘振离把球打出的危险区 这一下小将邓家兴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 他如何选择隐聪耀 调整自己来一脚试门 球擦着力柱出的底线 大概偏离力柱有一两米的位置吧 感激速度比较快 嗯 这球打得真有准啊 就是瞄着后脚去的 你看邓家兴这个跑位 他挡队友了 哈哈哈哈 亚里山的利尼 再跳给高翔 高翔一顶 再给回来 在关键位置上是杨帅 把球解位出了底线 好球 隐层要 调整一下左脚再来 这球应该是先踢到草皮了 踢地上 没调整好 旅鹏到了边落 中路只有一个中锋 旅鹏再给亚里山的利尼 调整一下 再往中路配合 周俊晨 再搓好的 找高翔 哎呦 这个防得漂亮啊 来自逢进 直接把球踢出了底线 没有很明显的那种 就是说 就是非要吹的这个点 他是身体上面有一个接触 对对抗 但是脚下没扳到 波拉尼奥斯来机会了 直接撩一脚 就大飞了 在这看到刘震里的站位比较靠前 从刚还是比较大 波拉尼奥也大身后 这个机会 波拉尼奥斯到景区里边 刘家山一对一 往中路找 等队友狐领站没人接 走外线 左脚再来 1比0 比赛第84分钟 波拉尼奥斯靠个人能力 单车刘家山 走到外线 左脚低射圆角得分 重庆队在措施一次绝佳量 呃 青岛队在措施绝佳量击之后 由重庆队 把这个比分改写了 哇 这个球 这就是足球场上的事情 一分钟 一分钟由地狱到天堂到地狱 哇 但是有可能越位 对 要看视频助理裁判的意思了 这个就是你看快速反击同性还是 这个跟不上刘家山没办法 看其实这一下刘家山防守啊 位置还是站的太平了 对吧 但是感觉刚才那事情应该是越位 是吧 哦 进球无效越位啊 这样的话是个越位球 那刘利尼开起来中路拉多尼奇这 打到 刘剑 刘剑的后点完成绝杀 但是裁判员举棋了 哇 压着刘利尼非常精准的落脸 打到后脸 刘剑扫射把球打信 刘剑在去年球队3比2 那场比赛里边是进过一个球 在比赛第87分钟 他也是贡献了准绝杀 这个话的 这个等裁判吧 这个现在他这么话也不好判断 进球有效 刘剑完成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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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最后十个靠着一次定位球将比分改写 老将刘剑 36岁的刘剑 踩会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绍音 这个比赛不对呀 因为你是92分钟刘剑绝杀的 你这个上来就给一次进攻吗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 最终青岛队是1-0 靠着刘剑的头 后脸的绝杀 有着打信 帮助球队赢下了本赛季 拿到的第二场胜利 他们也像赛前 吴定位指导讲的一样 拿到了7分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超个完事任务 所以说孙凯也很懵 这个球你至少应该再给点时间呢 他这波进攻就消耗了大概三四十秒 这是重球队员不能不满意的地方 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 好 好